邪淫的严重恶暴 案例分享 作者 一鸣 佛说 贪淫的人 欲望的心像一把利刀 贪爱的眼像起火的车 把自己的功德和修行割掉 烧光 邪淫之人 亦得一些现在医学上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 另外心里也不健康 生活更不会如意 前途暗淡 本来你会有更好的功名 却因为邪淫而失去 比如你应当考上清华北大本科 最后只上了普通学校专科 本来你将来会荡上省长 因为邪淫你最多做个正常 这些都是看不到的 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命 这是你邪淫带来的恶果 还有许多的不如意 破财 穷困 庆竹难书 有的还会因此丧命 妻离子散 警醒啊 下面是一些网友的文章 所述过报解选实录 希望看着银以慰藉 切莫再银啊 一 银会伤人猝死 流亡点 化名 是某县赋现场 他四十出头 风华正茂 上边有人撑腰 在县里亲戚 朋友 同学旁根错节 是李勋天 但某天却猝死 才四十三岁 说起流亡点 他最爱做的事是找女人 似乎一天也离不开 一次 他找来三陪女做爱 不知为什么 咬掉了小姐的奶头 被小姐告发 为小姐智商 赔偿损失 他花了几十万元 当然 钱是贪愚 受贿 收礼来的 靠工资 他正不来几十万元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为保住官职 留亡点上下打点 又花了上百万元 财宝上下平安 过了两 三年 舆论刚平息 人就死了 二 造衰 随顺自己的淫欲 经常夜里一 二点才睡觉 还喝酒抽烟 这样 不知不觉疾病就缠身了 起初神情昏味 到后来腰疼一惊 自己又听信医药小广告 乱买壮阳药吃 结果越吃越重 参加工作后 又赶上一年时间工作 非常繁忙 结果大脑感觉完全不听使唤 记忆力严重下降 晚上彻夜难眠 几乎不能坚持工作 整个人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 后来 到医院检查 才知道事前列腺出了问题 因为时间久了 已经是慢性前列腺炎了 刚二十多岁就得了四十岁以后才可能得的毛病 一晃到现在已经三十岁了 身体状况依然莫有明显改观 每天感觉非常疲劳 体力衰弱 睡眠很差 身上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 可以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身体一天都莫有感觉轻松过 身体如此状况 事业 生活自然都一塌糊涂 虽然看了好多医生 试过很多办法 花了好多钱 依旧莫有什么改变 其中的痛苦 无法用言语表达 真是受尽折磨 三 身体差 学习差 我学会手淫是在初二的时候 偶然看到黄蝶 莫显过这东西 当放出来看时 顿时一下脸都全红了 心脏跳得奇怪 连自己耳朵都能清楚地听现 那天之后我就沉迷在这类东西之中 仿佛一下中了鞋一样不能自拔 就学会手淫了 很快身体就觉得软软的 莫什么利器 头脑开始变得迟钝 甚至记忆力也慢慢下降起来 最初感到严重 是在成绩猛然下降时 平时晚上拿来复习的时间 都变成看黄书和手淫 那时真的很想改掉 一气之下便把所有黄色书籍都扔了 可惜我自己万万莫想到 这臭东西竟然这磨难戒除 六年了 它让我损失了太多太多机遇 时间 朋友和自尊 小时我学习都很好 中上吧 档次从手淫后 变莫什么大的提高 相反反而下降了许多 最后高考我只考得400多分 真是可悲 手淫可怕 更可怕的在于手淫所伴随的 一银商人心智 一旦心智迷茫 你想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 一银会让你整天在想注色情的东西 可以说我不是一个正常人了 因为我连做人最基本的自控能力都做不到 每当想起自己考到这二三流的学院 自己就流下泪来 直到今年二月初的某一天 清晨被一阵剧烈酸痛惊醒 痛处正是肾脏部位 当时去洗手肩排尘尿 发现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排尿 幸得菩萨保佑 当日正好父亲莫去上班 去医院查出患有尿路结石 当时疼痛难忍 痛不欲生 没有得过结石的朋友也许不清楚结石痛到什么程度 在此形容一下 后腰的某一个肾脏酸疼无比 坐立不安 无济于事 膀胱附近 对应于那个肾脏的位置长痛无比 就好像整个膀胱要爆炸一样 当时就感到自己这辈子也许就这样过去了 五 伤身伤心伤神 手淫不但会损伤身体的动力 而且会损伤情质 令人精神违靡 意志薄弱 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暴躁乖利 多疑恐惧 欲试或躁进 或退缩 缺少耐心与恒心 以及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这都是惊虚不能化气的结果 手淫还会影响到智力 长期手淫会对际 异力与思维能力产生明显的破坏 学习能力的力 不从心与学习成绩的迅速下降是最明显的表现 这是精须不能化气 气须不能化神的结果 六 病不得愈 在家养病又上黄色网站 自慰 于是病情更发加重 脚扭伤本来已经消肿了 自卫后又肿了起来 医生一看就说是那个原因 老大夫说即便是皮肤有个小口子都会不行 何况扭伤呢 我以前看兽康宝剑还不大相信 这回有了一个教训 同时也提醒各位同修 这个教训是真实的 身体不好应严禁性生活 切记切记 七 得精神病 武汉洋居市的儿子15年前在上大学期间出现异常病症 经常说令人不可理解的话 而且越来越不懂得理解 后来发展成打骂同事乃至不认识的人 给工作单位和居民区带来不安 医生诊断期病症是严重精神病 经过长期住院治疗服用大量的精神病药物 病患不限减轻 反而越来越严重 15年间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烦恼和负担 后来杨居市有缘学佛 北文更得活佛的试剂 诚恳迎请活佛来武汉慈悲救治 活佛为其入定观察 得知其儿子在上大学的时候 染上贪看黄色书刊的严重恶习 后来 他贪看其照片的一个女子去世 由于恶业姻缘 此女子不能地生善畜 并且缠附阳居市的儿子 本来恶习严重的他已经缺乏正念 于是恶缘众生的变缠附 使其不能自主 心智迷乱 造作恶业 外在表现就是严重的精神病症 而且医药不能根治 8 丢失性命 据统计 美国每年有500至1000人死于性交脱阳症 我国虽无精确统计 但也存在 死者多位男性 年轻人 老年人均有 久后性交 婚外性交 男女年龄差异过大等情况时发病率较高 导致性猝死的最长线疾病是关心病和高血压 但也有的人平时貌似健康 莫有任何明显症状 春季发生最多 9 不能得子 为了配合治疗 李飞告诉医生 自己是一名跑长途的卡车司机 三年前由于不堪寂寞 她曾在江西一个乡村路边店和一名女子发生性关系 当时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回来后不久 她尿道发炎 辗转不少大医院进行治疗 与妻子结婚后 因为家里是三代单传 父母希望李飞赶紧给他们生一个孙子 但是妻子的肚皮就是不限动静 她红住眼对医生说 早知道会这样 怎么也不贪那一夜的快活 据了解 由于伴有慢性尿道炎和腹高疾病 李飞目前仍在接受治疗 10 丢失工作 家庭破碎 有了那次的一夜风流后 于先生心中总有种怪怪的感觉 总觉得自己感染上了性病和艾滋病 因为心理作用很严重 于先生患上了忧郁症 平时总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 因为莫有任何业绩 领导为此越来越不看重他 最后在公司改制时 劝其自动离港 事业不顺心 家庭也濒临破碎 因为有过一夜风流 怕把自己的病传染给妻子的于先生 几乎不敢和妻子行房事 自我封闭后 妻子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 当于先生向妻子坦白自己曾有的那段经历后 妻子一怒之下提出了离婚 失去事业和家庭的于先生在这三年内先后到南通当地医院 南京市疾控中心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中科院皮研所等多家医院做了HIV检测 虽然结果都是阴性 但于先生的恐爱心理疾病却久治不遇 于先生再次向我战倾诉自己不幸遭遇的同时 还想提醒大家 不要像他这样因一时把持不住而毁了一切 十一 德性病 1991年作者曾对三个监狱内在押的1185人性犯罪的女犯进行性病调查 结果92.7%的女犯感染有不同的性病 追问她们在性交易中用保险套的情况 结果 自数 为51.4%的人坚持使用保险套 由此可现保险套会失职的 三培女士传播性病 磷病 梅毒 尖锐湿油 非磷性尿道炎 生殖气泡疹等 最多的一条途径 任何人都不应该抱住脚性的想法 做法 还是洁身自爱的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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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